现在保险教育事务基金会跟现代盘杂志 整个年度当中会有三次的大调查跟颁奖 一个是保险龙凤奖 调查的对象是学生 学生怎么样看保险公司 另外一个是保险品质奖 这是客户怎么样看保险公司 第三个保险性化奖是学者 学者怎么样看保险公司 三个奖的表现都非常杰出了 这个就很难了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个团队 就是在这三大奖项都有非常杰出的表现 而且是连续二十几年都是名列 前茅甚至都是冠军的 那这一家就是富邦产物保险公司 我们今天介绍三位来宾 好 第一位是资产副总经 林成斌 林知夫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富邦产险林成斌 那我个人在富邦产险服务达到34年 那目前管理的职务就是共同资源 那我们共同资源讲得通俗一点 就是除了保险前端 理赔业务以外 所有的资源单位 那我们支援我们的前线 资产副总陈维格陈知夫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陈维格 加入富邦今年即将届满35年 那我在公司是负责个人保险的业务 那个人保险的业务包括汽车保险 包括住宅保险跟包括健康伤害险 资产协理李慧玲 李知协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李慧玲 我在富邦产险已经服务超过了30年 那我现在负责的业务是企业保险商品 那什么是企业保险商品呢 主要涵盖的商业活险 新种险 还有工程险 以及水险 保险龙凤奖 这个奖项的意义就是说 我们针对全台湾的三四十所 设有金融保险科系所的学生做的调查 其中最重要当然是说 如果他们毕业以后 他们最想去哪一家的公司 我们从资料上看起来 各位公司在这个奖 已经连续28年 都是学生最向往 应该算是第一志愿 这么多年来 都能够在第一志愿这个位置上 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 那当然富邦经营这么久 那我们也发觉到说 富邦在60周年 这一些期间里面呢 那我们也加入金控 那这几年来会发觉到说 这个学生更向往的是金融保险的部分 尤其是最近这个金融科技也是蛮夯的嘛 过去可能都是单纯的这个保险 可是加上科技的元素 加上大家的这个口耳相传 那我们也很荣幸 那都能争取到这一些 这么优秀的这个学生 都来加入富邦的这个行列 我们富邦产险在整个业界 是产年这个龙头多年 我们的市占率也是第一 我们一直秉持的就是 以客户为导向的一个服务概念 那我想这个服务概念呢 可能也是会影响一些信心学子 那同时我们公司 我们有一些比较特殊的 比如说我们的损房服务 我想这个也是领先业界 我们是第一家成立一个损房服务部门 以部为等级的一个公司 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 我们的损房服务呢 是提供给业者呢 比如说像我们一些企业体客户呢 一些很精准的损房服务 比如说像传统的红外线 到后面呢 还有一些超音波的检测 或是一些银桃会的办理 我想就是有这些吸引力 然后带领我们这些的信心学者呢 他喜欢呢来富邦这边上班 从这个薪资的范围 大概在三万到五万 包括工作性质不同 薪资可能也会有一些差异 还有就是有的是 已经有工作经验的 那也会配合这个行情 因为整个产险业 其实它是很特别 它是所有的科系 大概都可以到产险保险公司来工作 所以它是这个兼容并序 所以不管这纹理工商 几乎都是可以 其实我们公司有很完整的 这个职业发展的规划 我们也常常都听到很多人都说 我是专业的 可是要专业是什么 其实是需要验证的 特别是验证的那个人是谁 那产险公司的对象呢 特别是前大企业 我想各位都有经验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可以应该讲说打发吗 应该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说 我是专业 他就觉得你是专业的 所以贵公司怎么样 让同人们都真的能够养成到 真的专业 专业 第一个当然是人才要专业 所以人才的培养 这是最基本的 另外让这个社会大众 跟企业觉得专业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是两个 一个是创新的商品 一个是创新的服务 那随着这个意外事件 或者是社会重大事件 就会有一个商品的需求 或者是随着法规的修改 比如像过去 消保法一出来 那就会有一些消保法的风险 必须很快速的设计新的 满足客户需求的商品 那另外一个就是创新的服务 包括说我们现在在做一些 远距的保险 甚至于说远距的服务 还有就是怎么样利用 这些金融数位科技 让我们的这个理赔的速度更快 让客户在查询 在询问的时候 能够很快地得到他 想要了解的保险的问题 这些都是我们持续在努力的 我们下期再见